根据交通部近五年来的统计 台湾酒驾累贩的比例将近37% 除了侥幸心态 不排除酒精中毒或酒饮难戒除等原因 没想到戒酒消愁愁共愁 酒饮的治疗应考虑生理 心理与环境等层面 安心接受医师的诊断 启动社区的支持力量 下周一致为人医守护爱 与您分享远离酒害健康促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